小梅 小梅 来了 小梅 小梅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会做这么多菜呢 看来都是为了某人特意学的吧 你以前哪有功夫 关注小梅会会做菜 吃你的饭 不过真是没想到 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去 但我跟你说啊 不是我事后出来 那会儿就觉得你们俩有戏 吃菜吧你 吃菜 多吃点啊 红临 来 来 郭华 我敬你一个 这回带着红临回来 是不是要见您爸妈呀 什么时候喝你们喜酒啊 来 我敬你俩个杯 恭喜 来 来来来来 大伙一块碰一下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说想想这事是好玩啊 就当年在冰场的事 现在一闭眼就跟昨天一样 你说当年 春生画符画 找春生查架 春生追姑娘 我到现在才明白 合着都是替你干的 合着都是替你干的 我那会儿还傻不叽叽 我还琢磨 你说追姑娘这事 还能有冒名顶替的吗 她还真就有这事 走开 怎么回事你 喝酒还堵不上你的嘴 红亮啊 甭打理她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啊 我跟红灵还没商量这事 怎么着也得过段日子 起码等回了部队 然后 就这几天 我和国华这么多年了 也没什么可拖了 就这几天吧 趁大家都在 我们就把事办了 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喝个喜酒 你说呢 顾华 你 还得说我们红灵 一点都没变 就跟当年在冰场 我跟你说就是我 行行行行 您怎么老提冰场 您要想看我滑冰就直说啊 别老鬼玩抹角的 谁想滑冰啊 我想 冰场现在还开吗 不 不能开了吧 开啊 怎么不开啊 那明儿去滑冰吧 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也想滑 去吧 行 那明儿两点 老地方见 来 来 大国你人哪 待会儿一会儿喝一个 新年好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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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胡同的学景真美啊 喜欢吗 喜欢 打小就住在部队大院里 难免住腻了 这胡同多好啊 门挨着门 院挨着院 街坊林里都亲戚 在这里 感觉心静 踏实 春生 其实 我不太会画冰的 你上一次画得很好啊 那是因为你拉着我 我 我一样会拉着你 你还是教教我吧 不教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教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说话呀 你啥呀 什么呀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怎么不回人话呢 为什么不教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全是回 没想到啊 真是一点都没变 是啊 他还在啊 真怀念 对 我记得我当时经常来这儿看书 我就想着是哪位志同道合的小英雄啊 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同志啊 对 是我这位同志 怎么 你不满意啊 满意 满意 特别满意 其实当时吧 我根本就没看见你 我就只看见 一个身影 还是一晃而过 不过我当时就给你判定 这一定是一特漂亮的姑娘 拉倒吧 就你油嘴滑舌的 走了 生气了 谁生气了 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当年说什么了 我怎么不记得了 要不你提醒我两句 行行行行 我认错 我承认错误 我骗了你 什么 我当时跟你说 说我看到那个姑娘是贺宏林 我撒谎了 我知道 因为当年 当年你喜欢她 是 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 我明白 但实际上 我很早就知道不是她了 最近几年 我一直在做同样一个梦 在梦里 我一直追着一个姑娘的脚步 我就一直追着她 就像追着我的梦想一样 可是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脸 每次在我以为我要追到她的时候 她就消失了 直到有一天 我终于看到了她 月花飘落在这一夜 还没看清梦中的脸 向北 寻到星空下的海边 捡起被飘落的书签 陪你度过以后长城的路 看那盛开的花耀眼在山湖 还在沸腾着 你知道我醒过来 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是什么 幸好是你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 并不是因为你陪我回北京 陪我复健 我才爱上你的 也许更早 早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 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齐天说得很对 他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天不怕 地不怕的 但其实特别害怕 面对自己的内心 而每个人 在遇到自己害怕的事的时候 都会下意识地躲起来 不敢面对 这是我的问题 我这么多年 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 才会让你一个人 为了我默默等待这么多年 小梅 我从部队回来以后 很多事情我都想明白了 以后那些该我去承担 该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会尽全力地去做好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你看你 又哭又笑的 笑着我 你看你 又哭又笑的 笑着我 我的天啊 今天的难度 受忘的勇气 我招覆了 你所有的孤独 小梅 咱们结婚吧 你 回来啦 准备吃饭 愣着干什么 赶紧吃饭 一会儿你洗碗 做饭不刷碗 这是规矩 小梅 我今儿能喝点酒吗 有事啊 昨儿黑子被抓了 走私 他先进前来找过我 说有一批货 扣在了海关 我没帮他办 看来 他找了其他人 不过那个给他递条子的人 黑子没有招 我们单位排查 也没有结果 像我们这样的科员 手里的章能接触到的人有限 谁碰过都能查得出来 这事没有结果 就说明问题 出在了上面 黑子能认识上面的什么人啊 他 这事没这么简单 是 纯生 你要是不想干了 咱们就不去了 我养你 那我不整吃晚饭的了 我说的是真的 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 去海关祭司组 只是一个临时过渡 也许现在 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我想想 我想想 吃软饭也得有吃软饭的自觉 给你个机会 先练习一下 那您想吃哪道啊 吃饭吧 一碗 一碗 你的脚 一碗 你输入味了 你得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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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 我在我手里 我也是 没想什么 就是最近太累了 肖春生同志 你可仔细掂量好了 有什么心里话 还不能跟我说 真没什么大事 我就感慨一下 你说这时代变得越来越好了吗 为什么大家的生活 却好像过得不如以前 就连兄弟之间的关系 也没那么近了 红九好像变了一个人 古话回北京 都没告诉我 好 走吧 如果不是要准备考试 我就跟你一起去云南了 你呀就踏踏实实地考试 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 我们随时去 也行 你就当散散心 我就是想那些战友嘛 想去看看他们 你放心去吧 燕秋姐和天儿哥那儿 我会时常走动 你别担心 小梅 幸好有你 小梅 我来昆明已经好几天了 你还记得 我在昆明街头 旧的翡翠商人向南吗 他和段蕾两个人 现在是我的老师 每天给我上课 讲中国的玉文化 向南说 以玉关心 以玉养德 以玉红国之大雅 你一直跟我说 要随着自己的心走 但能关心的前提 是要先静心 我忽然觉得 我来到向南这里 也许也是一种机缘 老天让我好好停下来 看看自己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小梅 很想你 等我准备好了 我就会回来 春生 崭信家 我一直相信你 相信你的判断 相信你想做的事情 一定能成 你知道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考了理疗师资格证 康复中心的院长答应我 等我拿到证就可以入职 到时候 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 你知道吗 我真是太喜欢这种 一起努力的感觉了 一起努力的感觉了 怎么样 有没有想过啊 春生 我爸妈在家 我 我我我我这刚从云南回来 我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云南特产 我我这刚下火车我就过来了 我我我这家还没回呢我 你怎么这么会装我作样 我这为了谁啊我 你害羞 还不如我进去 快点跟着 快点 进来吧 叔叔阿姨 春生辣辣 我刚从云南回来 带来点特产来看你们 你看这孩子 你都不是 春生 你这次回来 有什么打算啊 爸 看见了吗 这小梅啊 是处处护着春生 生怕我把话说中了 满事 满事 吃饭 童叔 您说得对 小梅对我确实特别好 谢谢阿姨 叔 我还是准备自己创业 我以前总觉得 报效祖国人民的方式 只有当兵一种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我去南方转了一圈 这眼界也开阔了不少 国家也提出了 要用更多的力量 去发展国民经济 这国家以后 也会支持自主创业 看来你这事 早就想好了 既然是这样 那几四岁的事 就算过去了 不提他 我们岁数大了 也帮不上你们是吗 但是 还是从心里边希望 今后你不敢是 干哪一行哪一业 一定要做到最优秀 阿姨 童叔 你们放心 虽然我现在一穷二白 但是我努力上进 我一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 让自己配得上小白 来吧 来 叔 喝一杯 叔 敬你一杯 来 来 闺女 阿姨 谢谢 来 来 对 南哥 这个 我跟龚美熊副科长 聊的情况呢 大概就是这样了 你觉得怎么样 太好了 春生 这样 你给我两天备货时间 我备好货 马上飞北京 行 那我就在北京等着你啊 咱北京见 好 北京见 小梅 来 这个向蓝啊 真是个痛快人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你决定了 嗯 决定了 春生 你知道吗 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 见到你最开心的一天 我也很开心 无论你做什么选择 我都支持你 来 来 来来来 谢谢你 谢谢你啊 稍微点 那我就开吃了啊 来 来 尝尝小梅的手艺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小南哥 你带了两大袋子的货 宫美服务部全都收了 可不 这高中低档货 咱们所有的货 宫美全收了 就这 那熊君还说 咱们的货量太少呢 这么多的货还些少 小梅 这算什么呀 人熊君跟我说了 说宫美服务部在北京市 就有好几个销售网点呢 再加上涉外酒店的柜檀 就咱们这点货 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 而且 那金师傅给咱定的价格 十分公道 就咱们那些货里啊 有一丁点的瑕疵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那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 我现在啊 心里就一个字 服 可不是嘛 你甭冲南哥了啊 我当时直接傻了 那一件件哪儿好哪儿不好 种 水 色 烈 那讲得头头是道啊 人家金师傅还说了 就咱们那批货 雕工太差了 男带观音女带佛 挂架靠得就开脸 就咱们那批货的 开脸开的 没有一件能入得了人 金师傅法眼的 小梅你不在 刚开始南哥还特别不服气 后来熊军直接拿出一件 金师傅亲自雕的观音 我俩一看 傻了 那观音雕的栩栩如生 跟真的一样 南哥当时就闭嘴了 我还敢说什么呀 人家金师傅那雕工 那可是顶尖的 就那观音的脸开的呀 那手 那衣服的纹路 我都看晕了 你说就那牌子 卖多少钱它都值 南哥 你就知道钱 那是艺术品 艺术是无价的 对对对对 被你们俩这艺术 我现在就想看一眼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艳符 既然咱们跟金师傅 已经认识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就是 下回咱一块儿去 好不好 行 一块儿去 喝一个 来 喝一个 对了 晨晨 晓梅 我打算啊 明天就回云南 不是 南哥 不多待几天 我这次送的货 工美全都收了 我待这儿也没什么别的事 我就想啊 我赶紧回云南 先去腾冲瑞丽进一批料子 然后尽快加工出来 给工美送货啊 说得也是 就是咱们给工美服务部的那批货 要在柜台上卖的话 很快就卖光了 行 南哥 那货源我就指望你了 这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但是 我有一句话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咱们俩谁跟谁啊 有话实说 不买你俩啊 我大部分的资金呢 全部都投在这个 昆明几间门脸柜台摆的货上 还有这次给工美送的货上 这马上就要给工美备这么大量的货 我这手头还真有点紧张 是啊 这么多的货 这得需要多少钱啊 南哥 你缺钱早说呀 差多少钱我来凑 那行 晨晨 既然咱俩是合伙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爸 你能凑多少算多少 剩下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行 这么着 明儿你先回昆明 前段事情我尽量凑 凑到之后跟你汇回去 行 那就这么定了 行 来 这杯你得干了啊 这孝南哥可真有意思 你趁着想要是 你答应帮向南哥凑钱 你想好怎么凑了吗 这南哥说的也是实话 工美的货款 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你想想 要是我不帮他 谁帮他呀 那你想好了怎么帮他 我手里还有一点复原费 还有之前上班存的一些总款 也没多少 但总比没勇强吧 我还有点积蓄 明儿拿出来都给你 小梅 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跟我还问你的我的 这事你就别管了 这样 明儿我去找我姐还有天儿哥 让他们想想办法 行 听你的 不过春生 就你那点钱 就算再加上东冰西葱 都不够尽一块料的 像南哥 应该也知道你的情况 张嘴跟你提钱的事 是不是有点奇怪 南哥这个人我清楚了 没什么好奇怪 而且他都已经张嘴了吧 我也答应他 我就得尽全力帮他 好 放心吧 冬子 别灰心 只要按照之前姐姐教你的 那几个动作坚持练 一定会好起来的 姐姐有空的时候 也会去你的家里 帮你做针灸 谢谢同大夫 小梅 今儿我和你爸下棋 你爸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 你小子现在赚钱了 得好好想想 把这钱用到正道上去 你不是已经想好了 你不是已经想好了 知我者 小梅也 我想这事啊 也不一两天了 我在想 为康复医院做点什么 往那里面搞点医疗器材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也很有意义 只是 咱们从哪儿进这些医疗器材呢 你看之前 我帮你买国外的那个电磁衣 都和李尚游对上了 你说这唯一的渠道 就只能从商场跟国外购买吗 目前国外的附件器材 比国内的要成熟 也只有国外一个途径 但 是不是只有商场一个渠道 那就不一定了 你有办法 我没有 不过 有一个人肯定有 小梅 你的意思是 让我去找程红娟 还是算了吧 我跟国外红娟他们 很久都没联系了 虽然我拿他当兄弟 但是 我跟他不是一路人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事情 你可以不去找他 但是这一次 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再说了 胚子的事 本来就是他陈红娟的错 你兴许什么 该兴许不敢接你的人是他 你说得有点道理 不过以我对程红娟的了解 他不会帮我的 我去了也白去 去不去是你的事 说不说那是他的事 而且 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 最快打听到消息的路子 如果说不行的话 咱们就想其他办法 行 听你的 好 这样 我现在 我就找程红娟去 需要我陪你吗 不用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 你放心 小雷 成了 当然成了 程红娟啊 带我去医疗器械的门店 转了一下 我真没想到 咱们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 虽然不能说那里面的器材 应有尽有吧 但该有的都不少 那哪天等我空了 带我去转转 行啊 没问题 小雷 我今儿去转了一趟呢 我有个想法 我想做医疗器械代理 医疗器械代理 就是把国外的那些 医疗器材公司的产品 通过一渠道 转到国内 卖给国内的医院 我就从那中间 赚个差价 那玉器店怎么办 玉器店你清楚的呀 我是纯粹帮南哥一忙 是 我喜欢玉 但我不想 让玉成为我的工作 而且我告诉你啊 国内的这个医疗器械市场 刚刚兴起 我想做这个行业的 拓荒者 小梅 你听我说啊 这件事呢 其实我心里盘算很久了 有什么不懂的 我可以学嘛 而且这个行业啊 刚刚兴起 我完全可以和这个行业 一起成长 小梅 听我说啊 我前段时间 去了昆明 看望了一下段磊 她的情况呢 比那些老病好多了 能走能跳的 就是腿里的那根钢钉 折磨到她晚上都睡不好觉 我就一直在想啊 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些 进口的医疗器械 那么段磊 还有那些附健中心的人 还有更多我们不认识的人 他们是不是都更有希望 更有盼头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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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笑什么 果然是萧春生同志 和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小梅 你知道了 我本来也应该摊在床上的 要不是因为你 帮我弄到那些 进口的医疗器材 研究了新的康复训练方法 我怎么可能站得起来 怎么可能 过正常人的生活 别给我们戴高帽子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不是给你戴高帽子 不是每个人都要我那么幸运 能遇到你 我也不能做那个 唯一的幸运儿 无论怎么样 我都要试一试 相信我 我说过了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我怎么能做 我可能讲 我一定会在试图 那你也会在试图 我看你 我实际上 还不可以 你自己上班了 会不会去那段时间 那你就出来了 还不可以 赢了 你自己超过人先 比较多的 所以我自己 高帽子 陆陆在你 我即便 那是骗人的 我挺高兴的 洪小梅同志 我说我有压力 你还挺高兴 高兴什么 我高兴 你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找到了自己的路 我也高兴 你愿意跟我说压力 一直以来 你都是自己默默承受的那一个 你愿意跟我分享 我也愿意分担 我不要你替我分担 我要某些人给我些力量 怎么给力量 别闹 好多人哪 其实能和大家伙儿一起 其实能和大家伙儿一起 朝着一个目标努力 我还真的挺高兴的 你高兴 我就高兴 还敢做 rightly 就是你 你安装的 还在请搜岛上 有种什么 是才能和你安装的 再就确认 但你怎么可能 你都被保护了 我以为判定一家医院 是否采购设备的标准 是质量和价格 但是我望望没想到 别着急 新鲜事物的出现到被接纳 本来就需要一段时间 一个过程 你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就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有心理准备 我 我只是觉得我跑十家医院 怎么这儿也得有一家接纳我吧 结果连一家都没有 非常时期 就得用非常的手段 如果说实在没有路的话 捷径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你什么意思 你有办法 我把你的情况跟我妈说了一下 她想找你聊一下 小梅 小梅 就这点事 你跟你妈说干什么呀 自己亲妈 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不想麻烦阿姨 我也不想走后门 这不是走后门 这其实是双赢 他们医院本来就要新进一批设备 现在医院的设备有多紧缺 对你又不是不知道 再说了 我妈可是出了名的严苛 没有那么好说话的 如果说你们产品的质量真的不行 那她也是绝对不会向医院推荐的 行 那我试试 妈 你听完介绍 春生公司的产品是不是很好 妈 您有什么意见就尽管提 春生一定会改正的 阿姨 要不这样 我们可以送一批货 到您的医院作为试用品 我们愿意接受免费的试用 来证明我们的价值 敢接受免费试用 看来 你是十分自信了 这么说 阿姨是愿意帮我们了 先是用 再采购的这种方式 没有一家代理敢这么做 你这样做 你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我也必须这么做 我们现在 在创业的初期 宁可少赚点 也要得到 被市场认可的机会 这样吧 明天啊 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 我带你去见一见 采购科的主任 看看他们的需求和你们的产品 是否能对得上 可先说好了啊 我只负责牵线 后面的事 就你自己负责了 阿姨 您放心 我保证不辜负您的期望 谢谢妈 女孩子啊 就万象 这几天呢 小梅把我的耳朵都炒聋了 这一次答应你们两个了 以后我的耳朵就清静了 小梅 谢谢你 谢谢妈 谢谢 谢谢阿姨 你们谁叫小天生啊 不是 我是 你们这是 我这样啊 我跟你说个事 你们让医院免费 适用你们的医疗设备 坏了市场规矩 你懂不懂 我给你讲个道理啊 你看你们让医院免费适用 那医院肯定选几个呀 你这么做 别人家也得跟着这么做 那那些适用过没被选的 怎么办呀 行 你给我讲道理是吧 我也给你讲讲道理 你们怎么不想想 医院为什么选我们的产品 不选你们的呢 质量 是医院选择的唯一标准 要是我们穿小的东西 这质量不行的话 你甭说免费适用嘛 你就是白给 人家医院也不会要 费什么坏呀 你干什么呀 阿公 取杆 有话好好说 跟你没关系啊 阿公 取杆 你别管 春生 你别管 你想干什么呀 什么叫想干什么 干吗呢 干吗呢 让开 怎么又你呀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没事 我跟你说啊 警察马上就来 不想惹事的话赶紧走 行 马主任啊 今天你来呢 我给你这个面子 没问题 我马上走 这儿小子 我告诉你这句话啊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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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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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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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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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对不起啊 走 谢谢啊 马主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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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生 你怎么了 不是 小梅 我没事啊 别担心 我这就是太久没运动了 这突然一动吧 闪着腰了 没事 别担心 怎么会没事呢 万一旧伤复发了怎么办 小梅 我真的没事 咱们去趟医院 赶紧做个检查 确定没事了 我才放心 行 行 行 你要实在不放心 那我们就去医院 行吧 行 行 行 小刘 那我们先走了啊 行 你 你慢点 对了 记着我跟你说的话 好好好 走了 走 走 真没什么大事儿去没 从CT上看倒是没有什么意义 腿部服装可能是 近期劳力过度造成的 毕竟之前受过重伤 还是谨慎一点 近期多注意休息 谢谢大夫 谢谢 看吧 都说了 没什么事儿 都是你太紧张了 最后一天 你再休息最后一天 我就放你出去 行 佟医生 听你的 好 轩上 调哥 调哥怎么了 慢慢说怎么了 轩上 我闯祸了 闯什么祸了 之前有一笔订单 舞台远回来 治疗医 刘轩那没祸 我在市场上 就撞了点栓子了 他说他那儿有祸 而且进口设备这三个症 也都齐 价也不低啊 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 我觉得人品不会 天儿会有 说重点 怎么了 重点是这批货 他卖到医院里去了 钱我给拴的已经结了 但是治疗过程中 伤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的腿 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 什么 伤人了 不是 其实你搞什么啊 春生 你先冷静一些 让天儿哥把话说完 现在院方啊 要求我们赔偿退货 最主要是 他们报了警了 警察已经把我们 仓库都给封了 钱我收了 货我发不出去 你说这违约了赔偿金 我怎么办 天儿哥 栓子那批货肯定有问题啊 对 工商管理局的人说了 他那批货 就不合格的产品 说完了 他就是拆机在 重装 他只用了部分的进口部件 不是 别说了 拴子人呢 找不到了 我去找过了 他邻居说他不在 说他爸妈从来就没回来过 这小子跟我堵着花 说这些没用了 天儿哥 不是 医院那边 我们一定要负责 是我们卖的东西出了问题 我们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不是我们 是我是我的 说这些没有用 天儿哥 这样 我们要给医院和病人一个答复 绝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的事情 把我们春晓医疗的信息给毁了 船上说得对 船上 你们听我说 医院要求的赔偿金额不是小数 以前拥在了医疗设备 我们现在手头哪儿 还有什么流动资金哪 这样 你跟医院那边说 我们绝对不会来责 五天 给我五天的时间 我保证所有的钱一定到位 不是 行了 你快去吧 我去 不是 停 抱 快去 小心 小梅 没事啊 我都能解决 我都能解决 都会过去的 好 那我都能解决 要不我直接找向南去吧 让他把年底的分红提前给咱们发了 千万不行 天哥 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规矩 咱们跟南哥的生意 分红从来没差过一天 现在这货越来越多 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 你在这个节骨 让人找到分钱 你不是为难他吗 那你说能怎么办哪 那你先别急 不是还有两天时间吗 再想想办法 进 小白 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们 段磊的信寄到你家里了 我怕有什么事 正好给你带过来 没事 再想想办法 我去哪儿 怎么了 是吗 段雷 去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警官连那帮人一块儿练 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怎么样 小春天啊 服不服 伟哥 兄弟贵兄弟啊 懂啊 让人不让 能跟你再比比赛 是 博言 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 我也觉得挺痛快 打支个几 咱俩 就是生死兄弟 一辈子的战友 一辈子的兄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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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给你带了早餐 吃点东西吧 小美 你不用担心啊 就是雷哥 走得太突然了 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我知道 你和雷哥感情这么深 需要点时间 就是因为感情深 我才不想让雷哥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信长说 就是因为那颗让他不适的钢钉 才让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呢 我不能被打倒 我一定要尽快实现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愧是肖春生同志啊 你能这么想 我很开心 赔偿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跟我父母借好钱了 我已经跟我父母借好钱了 不能再麻烦你了 每次一出事就麻烦你 我肖春生还有什么用啊 小美 这事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跟我姐商量好了 把家里的积蓄拿出去赔偿 过段时间 向南的风红也快要到了 那太好了 向南风红到了 咱们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 我会陪着你 好 慢点啊 好 我们没事小美 先坐下 咱们不要拿到顶的 哪呀 真没事 好 我们没事小美 不用担心我 好 好 我 我 我知道你高兴 可也不能喝这么多酒 来 喝点茶 来 小美 要是短脸太活着 该多好啊 要是太活着 该多好 她答应过她 说只要我们结婚 她就会来被结婚 她答应过她 她说只要我们结婚 她就会来被结婚 可以 向一旦我们都已经闯过来了 但怎么也顾在过分 春生 我们结婚吧 爸 您喝茶 来 妈 您喝茶 好 您喝茶 谢谢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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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薇 我今天特别高兴 我也是 我今天特别高兴 是谁 小薇 来 要去谈一桩生意 需要我一起吗 不用 是个老朋友 我知道 我看过你的日程安排 不过他应该不知道 我就是春晓医疗的负责人 自我想想 当年我选择做医疗器械 还是他牵线搭桥呢 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 当面感谢他 可是我发现 他好像故意躲着我 这国华就更不用说了 他转业回来这事 我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 你说这日子越过越好了 当年的那些兄弟情谊 却越来越淡了 你还想想想想 你是想问我 他们愿不愿意接你 还想问 你应不应该去见他们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你只是希望他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只要你比较安心 是不是 小薇 真是我脑子里面想什么 你一清二楚 要我说 他们当然不愿意见你 但你还是要去见他们 为什么 春生 这么多年 你成熟了 也老练了 但是有一点 你丝毫没变 你知道是什么吗 只要是你认定的朋友 你就会一直把他们当成朋友 甚至比朋友还多一层 甚至比朋友还多一层 你把他们视为守租 无法割舍的牵挂 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伤害 你都能忘得一干二净 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滴水之恩 你都能记得刻骨铭心 你还是放不下那份兄弟情谊 说到底 你还是放不下那份兄弟情谊 都老夫老妻了 你牵什么手 那有什么 我还要牵一辈子呢 你得懂吗 来 行吧 小老妈 近小区 没事 你开走就行了 你怎么下来了 贝贝睡着了 我下来散散步 撒谎 我怕我的丈夫走丢了 下来寻他 放心吧 丢不了 还顺利吗 还行 下一周来我们厂里参观调研 继续推进呗 除了生意呢 说不好 总感觉大家伙的变化 都好大 正常 你的变化不也很大吗 是吗 怎么大家伙都说我没怎么变呀 那是外面人看你 对了 小梅 你跟方子常联系 他有没有跟你说 他跟红旧之间的一些事啊 方子很少提及 你也知道他那么聪明 一般不轻易说这些 怎么了 是吗 没事 他们之间的事 他们自个儿解决吧 怎么都没想到 会发生这种事 孩子都三岁了 这得瞒多久啊 你说这事啊 这红旧啊也太不是东西了 瞒三年 还真瞒得住 不对啊 以红军那性格 他怎么可能瞒得住呢 那我告诉你 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背后肯定有人在帮他 你是说 不过 不管谁在背后 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 对方子来说 都是一样的打击 你放心啊 方子性格坚强 就这点小事 打垮不了他 我 过来 想什么呢 我在想 方子后来跟我说的那些话 什么话 他说 这件事 不只是陈红军的错 他也有错 他也有错 什么意思啊 我想有个人生伴侣 正派 简单 上进 放眼一看 红军最适合了 但这其实是两个人的事 男人和女人的事 这种事情 没法计划 其实人生都是没法计划的 我以为可以 我太霸道 失败了 不奇怪 你的意思 你和红军 不是爱情 我都不是很确定 我知道什么是爱情 可能是我太自私了吧 我没看 归根结底 除了我不想要孩子以外 还有就是 我不够爱他 我以前觉得爱情是幼稚的 就像我哥爱着红灵 红灵爱着 现在我觉得也许我错了 爱情挺好的 至少真实 他说红灵还爱着你 小梅 你千万不要被方子的话给带偏了 什么意思 怎么带偏了 你想啊 他跟程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你不能把他跟你说的话套用到其他人身上了 你千万不要觉得就以前那种 爱到死去活来的那种叫爱情 那冲击量就算是一种 一种情绪 情绪 你想啊 在爱情里面 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这可不就是一种情绪吗 真正爱一个人 是不需要这种激烈的表现的 也不需要勉强对方 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 和成全对方 我知道 好了 不早了 好了 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对了 叶芳还说 陈红军和李尚游有问题 让你以后多加注意 行 我知道了 怎么样 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还行 对方对咱们的东西 挺满意的 那就好 对了 春生 我这两天琢磨着 贝贝不是该过生日了吗 咱们是不是 可以请国华他们一起吃个饭 也算帮贝贝庆生 大家好久都没见了 聚一聚 热闹热闹 行 听你的 那你可千万记得啊 通知到位 佟大夫 放心吧 为夫使命必打 妈妈妈妈 好了吗 可以吃蛋糕了吗 快了快了 马上就好 你跟小朋友们先玩一会儿 对了 对了 你看 小朋友们给你送了这么多的礼物 你跟人家说谢谢了吗 有有有 我们都等着吃蛋糕了 这 等大人来了再吃蛋糕 咱们先去那玩一会儿去 走 走 谢谢我 来 国华 这是 喂 哥 贝贝 来 国华 这是我女儿 贝贝 贝贝 这是你国华叔叔 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 叫干爹 干爹好 贝贝 你好 红柳呢 她有事 不来了 谁说我不来了 贝贝 贝贝 生日快乐 记得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 阿姨好 真可爱 贝贝 国华 我们去那边坐会儿 我 阿姨听说你会滑冰是不是啊 这是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 打开看看 是冰刀鞋 是冰刀鞋 好不好看 快 谢谢红林阿姨 阿姨知道你爱滑冰 所以专门买了冰鞋送你 阿姨年轻的时候就是穿着这种冰鞋 滑得跟你一样好 是啊 贝贝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就是穿这样的冰刀鞋 可是妈妈 这个鞋 多好呀 是吧 贝贝 你先收下 可我们现在都不穿这种鞋了 贝贝 贝贝 这个鞋其实很好穿的 你都没有试过 你怎么知道啊 我们那时候 都是穿着这样子的鞋去滑冰的 很方便又很难用 红林 老你费心了 还把礼物送过来 好 来 赶紧坐下吧 咱们吃饭 好 好 来 来 都坐吧 聊了这么久都饿了吧 好久不见了 服务员 上菜 坐 来 贝贝 好久不见了 我来不见了 那不见了 那不见了 还没睡啊 把你吵醒了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你心里有事 我看得出来 到底怎么了 公司的事 郭华把订单给李尚游了 李尚游 他没有技术拿什么生产 以我对李尚游的了解 他要是没有把握 是不会接这个订单的 你是怀疑 有人泄露了春晓的核心技术 我已经让天哥 我私底下去查了 明天应该能有结果 有怀疑的对象了 我还说不准 不过我倒希望是我想多了 不管谁泄露了这项技术 我都会追究到底 我只是不希望 曾经跟我一起 并肩作战的兄弟 你现在成了我的敌人 甭琢磨了 这事记不得 警官欺变 先等天哥的调查结果 看他怎么说 好 听你的 我以为你 冠生 起来 把衣服脱了 洗个澡再睡 来 小美 我没事 你让我躺一会儿就行 春生 你也该歇一歇 生产线那块 有天哥他们帮你盯着 你不用那么操心 国华的那批货 终于从海关被退回来了 这批货要得急 我只能让工人们 加班加点的干活了 这侯也回到了正轨 可不能再数差错了 小美 等过年啊 等过年 我再好好陪你们娘儿俩 陪不陪我们娘儿俩倒是没什么 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你 你回去休息一会儿 佳哥 国华的那批货 已经在海关走流程了 应该很快就能下来 你看一下 我知道 咱们新开的那个生产线 已经在连夜赶制了 你放心吧 这是我盯着 你两天两夜没喝眼了 你去休息一会儿 不用了 没事 小梅来了 小梅 你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 恐怕有些人忙得 连饭都没干了 都顾不上吃 还没人管得了你了 给你们加餐 我亲手包的饺子 你们俩赶紧尝尝 还有小灶呢 医院那么忙 能吃上小梅亲手包的饺子 不容易啊 佟医生精力有限 好不容易包顿饺子 你们可得好好珍惜 放心吧 佟医生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节奏 很快国华那批货 就能按时交付了 佟医生温馨提示 该吃饭的时候 就得好好吃饭 不要再聊工作 赶紧吃吧 一会儿就凉了 这里头还有醋 还有醋呢 天儿哥 你记得我当时 在剧委会的书库 就是被小梅 那一嗓子给吓的 连饺子都没来得及吃 这故事我听过 神秘的书库女儿嘛 没错 行了 你们哥俩就别拿我打去了 走走走 赶紧吃饭 走 吃饺子 走走走走走 姐 哥哥 来了 一会儿都给我了 一会儿都给我 谢谢 哥哥 我妈妈刚刚还念的 怎么做饭的还不来 不想吃 尖叫肉丝 我妈还做饭 可比你差远了 不爱吃还吃那么多 天儿哥 姐 来我们家还带这么多东西 姐 天儿哥太客气了 给我给我 顺便吧 顺便吧 奇妙 给 这是你舅舅给你准备的大红包 预祝你高考顺利 谢谢舅妈 谢谢舅舅 应该的 好好学习 来 别站着了 继续坐吧 快里头坐吧 来 来 坐好 来 坐好 好 顺便哥 过年好啊 过年好 过年好 过年好啊 顺顺 来 里边坐吧 天儿哥在里边 走 还来这么多东西 客气了 方子 就你们两个人 你嫂子呢 过个年是不是我嫂子 还了说呢 人家要离婚 怂了 没同意 行了 里边坐吧 别站着了 哪一个 再哪个 别别选一个 这个啊 这个 这个 哪个 相信我这个 这个 这个 甩了 好了好了 你们赢了 给给给 方子阿姨 跟你们玩一下啊 来 穿什么 哪个 这个 这个 选这个 选这个 这个 这个 我赢了 来 来 来 这个给你 还来吗 我 来 来 这一大家的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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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你们太聪明了 你们大 站哪边 这个 再来 再来啊 是啊 一派相和 来 你一个人过来 红铃闹 估计 自己干架了吧 你可真行啊 你可真行啊 大过年的 把媳妇一个人扔家里 对了 爸 要不然 咱去外边逛逛 行 去 这样 大家穿好衣服我们就走 走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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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走 走 咱们去逛逛 知道了 走 这样吧 你给红铃打个电话 不管怎么样 这过年过节的 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家里 贝贝 少吃点甜的 牙都要坏掉了 没事 过年过节让她吃吧 没事 吃吧 没事 吃吧 滚 行了 行了 别问我啊 对吧 小梅 来 别动 千万别动啊 快看看 来 给你娘啊拍个照 别 你拍吗 你还害羞 让你拿光照 准备好啊 我喊三二一 笑啊 三 二 一 好看 姐 来 姐 天儿哥 来 给你帮她 那我们先趴啊 来来来来 这个节儿好 来来来来 熊猫 可以可以啊 笑一个 天儿哥笑一点 笑一点 好看吗 绝对是我不见了 放心 方子 方子 我拍啊 好 来 就我自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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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好看 好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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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五花 拍一个吧 红铃 走 走 这是我们的故事 这是我们的天台 可不可以和叔叔阿姨一起拍张照啊 去吧 好 笑一个啊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怎么样 感觉好点了吗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娘 好多了 睡完夜我睡了一觉 现在也不烧了 我刚刚已经问过医生了 说只是普通的流感 没有什么大碍 估计就是最近工作有点累 抵抗力有点低 休息两天就好了 那可不行 厂子还等我回去呢 还有好多活要干呢 老蔡 这厂子里的事 你就别操心了 就安心地在医院里养病 养好病好再说 谢谢老板 嫂子 这个 是老蔡年前的加班奖金 我这一回 顺道给她带回来了 你们以后 要是还有什么困难的话 随时找我 谢谢 还老板名二位惦记 应该的 谢谢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多休息 好嘞 老蔡 嫂子 那我们就先走了 安心养病 躺着吧 躺着吧 躺着休息 好 这 真是 医生 病人情况怎么样 病人现在 已经出现了肺内积液 弥漫性的肺炮损伤 情况比较严重了 医生 怎么会损害到肺部啊 最近肺部感染的人 特别地多 我们医院很重视啊 昨天院长开会 还商量疗法 你们先不用太紧张 好 好 好 我吃了 谢谢 真是还不想吃了现在 什么时候收下来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对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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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医生 老蔡怎么样了 正在抢救呢 陶主任亲自上了 老蔡只是一个小流感 我上次来看他的时候 人都已经精神了 怎么突然又变成重症了 现在还不清楚 这两天院里又出现了几名肺炎患者 对了 前几天那个肺炎患者 是不是已经转去301了 是的 喂 医生 现在情况很紧急 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 你先听我说完 医生啊 喂 小梅 你说 老蔡的病情突然恶化 器官衰竭 人也陷入了昏迷 不是 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这样啊 不仅是老蔡 他住院数月之后 同病房的两个病人 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说明这个病有传染性 CT也很不乐观 和以往的情况都不一样 这不是普通流感吗 不是普通的流感 医院方面初步确定 是新的传染病 之前送老蔡来的时候 说你们全部都在车间里面 发五包 车间里面空间密闭 人员众多 情况恐怕不容乐观 你赶紧组织大家隔离 隔离 全部人吗 对 一定要隔离 现在情况很危急 行 小梅 我相信你 我这就安排 你也是 一定要隔离 不要再接触外面的人 我知道 那你呢 我也接触过病人 医院让我们自我隔离 行 小梅 你千万注意安全 你放心 你不用担心我 医院虽然接触病群多 但是防护措施也是最完善的地方 小梅 你千万别大意 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这病是传染病 千万小心 我知道 好 照顾好贝贝 你放心吧 贝贝放学之后 我让她直接学到姑姑家 照顾好你自己 你也是 好 糟了 废医生 我这两天都上网查了 症患者的临床症状 怎么防护怎么治疗 一点资料都没有 万一咱们要是误判了怎么办呀 是啊 目前需要隔离的可不是小数目 万一要是弄错的话 咱们影响可太大了 可不是吗 佟医生 我这还没有转正呢 到时候领导会不会开除我呀 要不咱们等 涛主任出来再商量商量 如果说老蔡被隔离 那么涛主任 就会直接拉进隔离病房 你们放心 上报人是我 万一报错了 也是我第一个IP 咱们医院是全市 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医院 每天都有成千少万的病人 如果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 被封闭隔离 那么会对他们的治疗 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是咱们身为医护人员 就是病毒 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一道围墙 所以为了他们 我们绝不能让这病毒 从咱们的手上流传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小梅 睡了吗 还没 睡不着 想什么呢 我就是有点不踏实 看着病人一个一个地被送进来 现在感觉时间就是生命 我们在跟时间赛跑 不知道多久才会结束 我懂 就像只能每天看日升月落 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对了 你和天哥都在场子里忙 我也在医院回不去 我已经跟燕秋姐打过电话了 让她把贝贝接过去 和齐妙一起住 你就放心吧 好 都替你的 家里的事你别担心 我来安排 春生 你怕吗 想听实话吗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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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跟我说 你要被隔离的时候 我最怕 我已经在战场上 失去过战友 我不想在这场没有效应的战争里面 再失去我最爱的人 淳于 我有点想你 我也想你 家里一切都好 你别担心 我们都等着接你回来 来 洪洪毕萨 没事吧 没事 我可能就是太累了 休息一下就好 那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 什么事 不能算是什么 这行的 这去是什么 我的妈妈 走吧 这是什么 什麽 我还在做什么 来 都能不可能 她也能漂亮 我衣服 我摆充 那这听有声 喂 妈 你在哪儿呢 刚才怎么不接我电话 妈妈忙着呢 你吓死我了 刚才啊 我听新闻人说 医护人员都感染了 妈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放心吧 妈没事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妈去忙了 先这样挂了啊 好 我就是问问你今天的情况 那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要iver自己 我们就要缐人 叨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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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裴 不是 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 裴 没有 你骗我 咱们俩都结婚多少年了 就这我还听不出来啊 真没有 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今儿工作特别辛苦吧 真没有 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行 那你今儿早点休息 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再说 等等 别挂 好 我不挂 我陪着你 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了 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想来想去 还是让你帮我多叮嘱他几句 你让他以后不要吃童话食品 对身体不好 别总戴耳机 耳朵都要坏掉了 我们家的存折 还有重要文件 都在卧室的柜子里 另外是你的生日 还有你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 别总熬夜 不要总小着工作 工作是做不完的 小薇 你今儿怎么了 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啊 不对 你实话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 是吗 春生 我跟人了 不是 我做好了所有的防护 可还是感染了 如果说这一次 我真的出不去的话 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再见 你和贝贝一言 小梅 我不准你说这种话 你一定可以挺过去的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你听我说 从小到大 我没有害怕什么 仅有的两次 一次 一次 是那年你从战场上回来 我害怕你再也站不起来 还有一次就是现在 我怕我真的出不去了 我怕我们一家三口仔 也没有机会团聚 小梅 咱这个家 你才要主心虎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要是你有什么闪失 我小春生 真的考不下去了 春生 小梅 你不知道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 咱们春小的经历了什么 员工闹情绪 客户推定我们的订单 工医上 随着我付款 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在医院打着账 我怎么能再让你担心呢 我怎么能再让你担心呢 春生 你振作起来 你好好想一想 咱们到处 为什么要创办春小 要是他们恢复了一点 可是却依然那么相信你 咱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 对 小梅 你说得对 我要好好坚持 你也要好好坚持住 好吗 小梅 虽然咱们俩现在见不着面 但是都有一场硬仗要打 你让我不要放弃 你也千万不能放弃 明白吗 明白吗 小梅 你答应我 你一定会好起来 一定会健健康康地出院 跟我和贝贝团圆 好 我答应你 真的kahde 是的 康复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们 是一个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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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怎么了 小梅病情加重 进重症见护室了 纯承你不能去 你现在不能急 你要是疾倒了 这全都完了 你说得对 我不能躺下 我不能躺下 董医生 你醒了 董医生 你太棒了 喂 恢复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我挺好的 很快就会恢复了 厂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你放心吧 都挺过来了 我们现在 就等你胜利归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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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突然的出现 上天安排的双眼 风雪抹平的剑 我都看得见 相伴一生 相伴一生 如愿 相伴一生 如愿 想念洒落在海边 汇聚成一道光线 汇聚成一道光线 像你在我身边 爱也会蔓延 在你我的心间 是 冬去春来 爱会一直在 等我回来 小白 怎么回家 用你入怀 把那颗种子深深埋 好 好 过年了 那我说两句 这一年咱国家不容易 每个人的生活 都挺艰难的 但好在大家伙都已经挺过来了 我提议啊 这一杯敬逆行战士 佟小梅同志 春生 干吗这么正式 必须严肃且正式 来 敬战士 习惠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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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小梅 说两句吧 也不知道 一下子该说些什么 这半年 比我过去的半辈子感觉都要长 看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 感觉心都老了 我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 本来想打开啥的手机 看看里头家属的电话 没想到 里头全部都是问他在哪儿 到最后 都没和家人见上一面 你也不想打开啥 经历了这么多 我感谢有你们一直支持我 也谢谢你们替我照顾春生和贝贝 所以今后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这一杯我敬大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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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 客气 来 谢谢姐 你们总进来进去的都没意思 咱们都是一家人 还都那么客气 说得对 还是贝贝说得对啊 这次变故呀 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 在生死面前 人们才能看透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叶教授 才打算往前卖一搏 新男朋友 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呀 走 等一下啊 方子 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啊 怎么都没听你说过 你自己说 行吧行吧 我老实交代 是个大学教授 其他的盖不详书啊 叶芳 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 学校里关系简单 有空的时候 我还想歇歇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啊 好好好 来 那我们住院方子早日实现 早日结稿啊 来来来 好 来来 来 我好写啊 国华 喂 国华 新年好 新年好啊 大家伙都在 来来来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明年吧 等我打架 整个南亚市场再回去 哥 今年我正好有个去南亚交流的机会 到时候我去看你啊 你别来啊 我可不敢招待你 到时候你有管痛管息的 你还得性啊那个 这小的 拿来给我吧 是 顺商 大家 都在你家里呢 都在呢 在那儿呢 都在 都在 那个 国华 洪灵 从巴黎来信了 他终于实现了 在更高音乐学服深造的梦想 不求结果 只想为了他自己 奋不顾身一次 是吗 挺好的 重新开始 挺好的 郭华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 这北京的变化也挺大的 真怀念我们年薪的时候 大家一起 在石山海滑冰的时候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是啊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沿过树叶的斜阳 摆布梦想的影子 刻上年轮的树枝 挂满我们的往事 岁月在 摸索的光影里绚丽风刺 我们在 落尽千花里 留下 沉思 这是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年代 无法替代 经历过生死 面对过膜难 痴心不改 这是我们的热血 我们的泪水 摧灿了世界 输血了期待 我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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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温柔 中缠绵的声音 风中缠绵的声音 隐藏光阴的故事 爱情在茫茫的人海里常染 若是我们在 人生长河里寻找彼此 这是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年代 无法替代 经历过生死 又是一年冬天 故事中有的人和事 已经落幕 我们怀念过去 也怀着对生活的初心与向往 继续着未完的故事 这是我们的热血 我们的泪水 璀璨了世界 书写了期待 我们的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